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我是赵婷 今天已经是八月份咯 已经到了今年的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对于妈妈来讲没感觉 反正今年五月中就已经放暑假 一直放一路放到八月底 听说九月份会开学 但我还是在观望着 希望小朋友赶快到学校去 好 节目一开始呢 跟大家来谈谈吃吧 最近很多人都在研究吃 每个人呢在脸书当中 最近的两个讯息 常常会被我们洗版 第一个就是我打到疫苗了 然后po一个黄色的那个小卡片 这好像只有台湾会这样 就是只有台湾打疫苗会说 我打到疫苗了 那另外一个呢被洗版的就是吃 有些人就开始煮啊 最近好像蛮流行的 就是前一阵子啊日本料理 哇就是一大堆日本料理出现 那不然就是好吃的一些什么杏仁卷啊 哇就一大堆杏仁卷出现 甚至呢前一阵子又流行的什么烧肉 外送就一堆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呢 事实上你知道吗 如果你吃的比动的多 大脑就会让你永保肥胖 这标题吓得好恐怖哦 我只知道永保安康 怎么会永保肥胖呢 就是说因为呢 大脑会记忆啦 我也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 你有沒有发现 你有一餐吃了很多很多 然后你第二餐就想 完蛋了 我吃了好多 我去磅体重就发现说 哦 其实好像没有重很多哦 那就是因为大脑 它其实会让你这个体重稍微恢复一下 不会说你因为一餐的关系 你就会冲胖个两公斤哦 那其实科学家对于肥胖的这个问题呢 就开始呢 在寻求一些答案了 就发现说呢 其实有一些朋友呢 全年无休的就一直在吃高热量 又没有进行规律的强度高的运动 所以不到几年呢 大脑就会发生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就是会永久流传下来 也就是大脑就会跟你说 你就是胖子 啊你就是胖子 你就是胖子 那一个习惯要多久呢 很多人不是说一个习惯慢慢做慢慢做 就会成为一个习惯嘛 所以大脑对我们还蛮好的 因为大脑只要几年当中 就会发现说 你就会变成一个胖子的 一个状况会流下来 可是它并不是什么21天啊 并不是什么两个月 而是几年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现在想要维持自己一个健康 或者说一个体态的漂亮的话 事实上你就要下定决心 不能够一直吃一直吃 那你要多运动 然后给大脑一点时间 让大脑知道说 这个人好像他不是很胖哦 所以大脑记忆你不是肥胖的人 你就会看起来就会好很多 但是这还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肥胖对于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说会有内塞脂肪的累积 跟心脏血管的这个狭窄之类的问题 所以呢 在饮食调整跟规律运动之后 就可以来做个逆转 其实大家想想看嘛 我们以前农业社会 每个人都去做工 早上五点钟或者是文鸡起舞 鸡叫之后我们就去工作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坐在办公桌 那每天就划着手机 看着美丽的甜点在诱惑我们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动得少而吃得多 所以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 多运动 或许呢就可以让你呢 身材变好 而且能够更健康 好说到这点呢 我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 为什么 刚刚想叫大家多运动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美慧老师的新书 美慧老师要教大家 怎么样的呢 做台湾的料理小吃 好吃 然后呢又色香味俱全 同时第二个小时呢 我们也会关心劳工朋友权益 我们会邀请到劳宝局 跟大家聊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赵婷 哇 其实很多人呢 就发现防疫在家 好像自己呢 这个手艺变好了 但是怎么样变化到 有一些菜色 真的是伤脑筋 因为怎么算怎么算 每天好像吃的都是差不多的菜色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呢 这个连线到的 林美慧老师 这不得了重量级的料理名师啊 美慧老师你好 超婷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美慧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叫做台湾小吃教课书 对不对 是的 遗珠增定版 哇 说到台湾小吃 你知道很多国外的朋友 到国外去都好 好想吃台湾的小吃哦 开个一两个小时去买个盐酥鸡 开个一两个小时去买个珍珠奶茶 但是呢 看了老师的书 其实在家里头都可以料理了 对 那像香酮 对不对 对 想念故乡的味道 嗯 是 那美慧老师 其实 你在书上有写到说 路边摊才是真正的台湾料理 那这个台湾料理 北部南部 其实各有不同的特色 甚至呢 口味也不一样 台南就偏甜 我有一次去台南 朋友跟我说 哎哎哎来来来 我带你去 李安导演很喜欢吃的地方 在一个庙口 就是庙啦 夜市啊 然后就钻来钻去 一个小巷子 就是比较窄的地方 然后我去吃那个羹 好甜哦 哦 对 台南的偏甜 没错 嗯嗯嗯 那老师 你这个小吃 就是以 哪一个部分为主 北中南 还是说 你是自己的 挑选一个比较中性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吃的口味 对 大家可以接受的如今 它变成林老师的口味 好 林老师的口味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们来谈一谈 就这本书跟别的食谱书的 不同的地方 好不好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呃 它就是把那个 比较热门的 大家喜欢的小村呢 都把它标列出来 嗯 好 它就是有 呃 分解动作 嗯 每一步的分解动作 非常的仔细 嗯 你看到这种操作 几乎是零失败的 而且口味呢 像学生 因为我有在社大上课嘛 嗯 那现场教大家说 哇 哇塞 原来这个 味道是这个样子哦 外面的夜市啊 或什么这样 都在呼隆我们 没有吃到真正好吃的小吃 嗯 和肉鸡啦 和蚝蜜蜜 哇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分解动作很重要 美惠老师以前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分解 干嘛要分解动作 说实在话 像我们这种哦 小小的入门生 很重要 像我以前当 我当主持人的时候 很多那个老师啊 大师来都说 啊这道菜啊 其实你就是爆香啊 爆香之后你就放 举例嘛 爆香之后呢 你就把青菜放上去啊 或者说煮个鱼 最后收个汁 哦 它就讲完了 对不对 嗯 你知道吗 一般人讲 会做菜的人就 哦 爆香 爆香 就是鱼 油放下去 可能大蒜啊 什么先把它爆个香 对不对 但是 我们这种小小的 幼稚园生 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爆香 就一开始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叫什么叫收汁 我发现你这个食谱里头 讲的就是很仔细 告诉大家 你不知道没关系 我一步一步教你来 对很仔细很仔细 嗯 对一起蒙神啊 都不会有困难 嗯 那既然这个老师连信了 总要教我们这个 台湾最好 最夯的小吃 大家都吃过的 撈肉饭 卤肉饭 就要从肉燥开始做起了 没错 因为呢 现在大家疫情都在家里嘛 嗯 那会三餐 那个变化 伤脑筋 嗯 那我是觉得说 你卤一锅的肉燥呢 你一口气 反正你跑一趟 一口气就 肉买多一点 那卤一锅 因为肉 卤多一点才香 嗯 你卤个半斤一斤 同样花那么长时间 它肉香味不够 嗯 所以卤多一点呢 我们现在不是都有保鲜盒吗 对 好 一盒一盒的 装起来冷凉了之后呢 冷凍后冻着 隔一阵子 你就拿出来 不要一点细 一个十五天 半个月都吃乳肉饭 你就会吃怕 嗯哼 哦 隔一阵子你再拿出来吃 你看 我们拌在饭上面 就是乳肉饭嘛 对不对 对 好 拌在面上面 就干拌面 嗯 好 然后呢 你炒米粉 跟米粉拌在一起 就是 就是 米粉叉 米粉叉 它就死于肉燥了 对 那你如果说 做那个 板条 呃 蛋仔面 嗯 哦 就是汤面 然后来换点虾仁 就是 呃 有高汤 然后明显点肉燥 就蛋仔面了 嗯哼 好 再加上烫青菜 像青菜呢 比如像A菜啦 通心菜啦 碧瓜叶啦 这都很适合 烫好之后呢 淋上这肉燥 哇 香喷喷的 嗯 所以它是万用的 呃 呃 三倍十两 我觉得它是三倍十两 对 非常好用 所以呢 我会很希望 第一道菜呢 就教我们的 呃 朋友呢 协会这肉燥 嗯 怎么样做 才会好吃 这个肉燥 如果说是比较外省的菜 就是像人家做炸酱的炸酱 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可以拌哈 但是炸酱又不一样哦 但是炸酱因为它有豆干嘛 还有一些豆子 但肉燥 豆瓣酱 它用豆瓣酱 豆瓣酱 那肉燥到底要选什么样的猪肉 会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肉就是很重要 你要选对猪肉 你肉燥才做得好 对 好的 我现在来告诉朋友们材料哦 好材料呢 我上面写的是煎井肉在左套吧 嗯 可是这个部位 这井子后面的那块部位呢 不太好买 嗯 因为呢大部分呢 就马上都被厂商就是店家定走了 定走 他都交货交走了 像我要的话呢 我会特别 因为都有赖嘛 特别老板跟说 帮我留这个 因为我上课要 帮我留这多少斤或多少 他会留给我 不然的话没关系 你就买夹心肉就好了 嗯 夹心肉就是前腿肉嘛 嗯 好 那前腿肉有瘦有回 嗯 然后呢 我会教我们朋友用简单的方法 你不要自己来切 你就叫老板脚就好了 哦 瘦的部分呢 叫老板脚粗的 嗯 因为脚肉有粗的 中的 细的 对 你瘦的部分脚粗的 瘦的脚粗的 嗯 回的部分叫它脚细的 哦 嗯 这样你吃起来 你就不觉得油腻的 看不到那么大块的回油了 嗯 嗯 细细的 好 这样子 但是我会教你至少要做个两斤 这样才够本 那比例上来讲呢 就瘦肉一斤 肥肉一斤吗 比例上 不是 肥肉要爽一点 夹心肉它就是有 有 肥跟瘦在一起的 肥肉比大概是三吧 嗯 瘦肉大概是七到六 不等 哦 你看你买的那块 夹心肉 像不漂亮 嗯 要回一点你就买就是 他 你就 在老板切的时候 你就切到 我要这一块 嗯 要切多少 要两斤左右 嗯 好 好 除了这些 夹心肉 至少两斤之外 那跟老板要一张 猪皮 嗯 他会送你的 猪皮不要甜 嗯 而且一大张 如果小张的话 至少要两张两片 嗯 猪皮 因为呢 这肉燥要好吃的话呢 一定要有猪皮 那个焦脂 其他熬的时候呢 黏黏的有焦脂 才会好吃 哦 对 对 猪皮很重要 再加上呢 油葱酥 有糖酥 嗯 油葱酥 你没有油葱酥 这个肉燥就做不出来了 嗯 你可以自己炸 或者省事的话呢 炸货店或超市 就可以买到一包一包的 油葱酥 炸好的油葱酥 嗯 啊 那你至少要半碗以上 是 所以 这样子的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要放在锅里头炒 对不对 对 你没有猪皮 没有油葱酥 这一道做起来就不好吃到 所以一定要有猪皮 我以为 美慧老师要猪皮 是因为要煎的时候 要炸那个东西 其实不是 是 你要把它放在里 我们猪皮穿烫锅 就要切成小丁 对 猪皮穿烫 切成小丁 然后 切小丁 对 跟着我们的这些 呃肉嘛 就是一起炒 一起熬嘛 哦 对熬到它都已经化了 就黏黏的 就这样子 它这锅的 这个汤才会浓郁 才会香醇 嗯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有夹心肉嘛 还有猪皮 还有葱酥 现在呢 我要八角 两粒到三粒 不用多 我的香料 我的香料只有八角而已 嗯 两粒到三粒就好了 嗯 现在材料知道 对 我们现在是酱油跟水的比例 嗯 酱油跟水的比例 我用的是湖底油 嗯 湖底油 嗯 你如果一碗的话呢 对 四碗或到五碗的水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出入呢 因为酱油的品牌不一样 嗯 有的比较咸 有的比较不咸 嗯 如果你混到比较咸的 你就是 你就是那个 啊 要五碗 嗯 如果是较干净的 你用四碗就够了 嗯 然后还要放点砂糖哦 经常也可以 我习惯用二砂糖 嗯 比较健康的糖 嗯 这样子 才不会太死咸 嗯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这些肉买回来 就刚刚已经讲到 可能煎井肉啊 等等 你买回来要先汆烫 汆烫之后 用冷水洗干净 再切条切丁 然后猪皮呢 也放在滚水中 汆烫切丁 那最后呢 就是先放油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炒一炒 然后刚刚 就把这些东西炒到了 哇太赞了 那美惠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好不好 好 这本书呢 如果大家很想知道的话 这本书叫做 台湾小吃 教科书 马上会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赵婷 疫情时间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做菜 人气名师呢 这个林美惠 美惠老师呢 最近推出的这本书 有122道全公开的武功秘籍啊 一开始刚刚美惠老师 跟我们讲到就是肉燥 哇 真的不得了啊 我其实美惠老师 我必须跟你说 我做过肉燥 但是呢 我很怕胖 所以呢 我都跟老板说 我要那个 比如说 就是比较瘦的肉去搅 那搅完之后 其实真的跟外面吃的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适度加一点 比较油的肉啦 对不对 但是你把它 对 处理好之后 基本上你就不会觉得很油腻 是 我的做法 比外面已经好多了 外面很柔 外面会做得很柔 越油他们会觉得说越好吃 但是我们为了健康 要怕胖起见呢 我以我那个比例来做起来 OK 是不会太油的 其实这个肉燥 就是除了做肉燥饭之外 刚刚讲到的米粉啊什么 都可以 还有拌面嘛 对不对 像我自己很喜欢喝的那种 有一家珍珠奶茶啦 然后它里头的餐也有面啊 我就发现说 其实它那个 为什么它的面那么好吃 其实就是跟它的那个肉燥 跟卤有关 肉燥 有关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接着呢 美慧老师 其实你在这本书上 写到了很多 比如什么 鲜鱼蜜 意面啊 羊肉炉啊 姜母鸭啦 米苔木 像米苔木 是我最喜欢吃的 那但是你今天跟我们说 要有疫情的关系 你要让妈妈省点事 要教大家 做一个 扁食汤是不是 扁食 扁食也就是 混沌就对了 但我今天教的不是 温豆大混沌 温豆大混沌 它的大张的品不好买 不是每一家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们买小张的那个 混沌品就可以了 南部称作扁食 那北方的话称作混沌 那像四川的话呢 他们喜欢吃干的 淋上这辣辣 叫做操手 红油操手 红油操手 白油操手 都是混沌的意思 你改成干的 麻辣酱辣 就是红油操手 你煮汤的 就混沌汤 你下点面条 就混沌面 那我想说 就是我们妈妈们呢 包点混沌起来 然后像水饺一样 就是那个 茶几盘 不锈钢盘 放入冷冻 冻好的 你看可能15个一包 15个一包 一小包一小包包起来 你随时呢 中午想吃什么 不然点餐好了 煮个混沌汤好了 很简单 想再下点面条 混沌面 很方便 这也是蛋被食粮 所以我很愿意 很希望赶快呢 教我们朋友们呢 在这疫情时间 做一些蛋被食粮 租存起来 这个混沌跟水饺 其实有点异曲同工 但是吃起来就不一样 是不是跟它的皮有关 对对对 而且它煮的时间又很快 因为混沌皮很薄嘛 两三分钟就熟了 水饺还要点三次水 对不对 对 然后有时候还煮的破烂锡的 对 就是没有煮好 然后它皮比较厚 那像我们就 家里的很喜欢混沌 所以我随时呢会 就三倍吃的 随时都有混沌汤吃 如果再想不到说 今天吃什么 就一口同时说 混沌汤吧 或者做干的混沌 那这个混沌可以现做现煮嘛 因为混沌感觉上就跟饺子比较像 就是你打饺肉嘛 只是说你把它变成混沌皮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呢它也不需要 除非你做菜肉混沌 你加点那个青江菜做碎碎的 但是我都直接做鲜肉的 很方便 我做一点点葱末跟姜末拌在里头 比较气馨 然后调料 再放点酒 还有打点水 然后呢盐 胡椒 这样来调味这样就好了 那请记得要打水 我还会放点香油 让它肉会更香 然后打水顺个方向 一直打一直打 让它肉会产生胶质 粘粘的 产生胶质 这样就是它的内线了 但是OK了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买一个细角肉嘛 一斤嘛 然后我们弄一点鸡高汤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 没关系 清水就可以了 清水就可以了 所以就说我教你包好之后呢 我顺便教你做扁食汤 你要鸡高汤或白水都没有关系 那煮汤的时候呢 我有汤 有加冬菜 有葱葱酥 芹菜末 这是要煮混沌汤的方法 但是我现在先教你 怎么来包那个混沌包起来 混沌感觉好像比饺子好包啊 因为你就去把一个 那个 混沌皮 把那个细角肉放进去 捏一下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 对对对 最基本的方法把它捏一下 你不要担心说煮的时候它会散开 其实不会的 煮的时候它是揪在一起的 然后皮也很快熟 因为肉是小小的嘛 那也很快熟 很方便的 然后那一颗一颗就 就是一样的像排列整齐 换每当都冻 它很快很快解冻 你看它解冻了之后呢 你再打包一包一包放起来 那你的包好新鲜的 当然你可以先煮先吃咯 你有鸡膏汤换鸡膏汤 没有清水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会建议在煮汤的时候 我建议你换个一大股的冬菜 到底你知道什么是冬菜吗 不知道耶 冬菜 天津的冬菜 它就是在 你说有点类似榨菜那种东西吗 对它葫芦罐 葫芦罐装 葫芦罐装 它是高粒菜加工制造的 它就增加汤汁的鲜美 非常的鲜 然后呢有甘鲜 然后又甘醇这样子 所以我很喜欢加点冬菜哦 没有当然没有关系 然后呢 你有可以放点 就是滴点香油或是猪油都行 然后呢 有这个猪油葱有没有 外面有在卖猪油葱 猪油罐里头有放上油葱酥的 那叫猪油葱 加点猪油葱 那整个汤就提鲜出来了 好 煮熟之后放芹菜梦 芹菜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喝汤 如果没有芹菜啊 就觉得少了一味 比如说你贡碗汤啊 鱼碗汤 都一定要放芹菜 没错没错没错 扁食汤也是如此啊 这听起来是非常好做的 如果说听众朋友很想做菜 可是又不是太了解的话 这就是扁食汤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啊 那材料猪脚肉一斤 混沌皮一斤 然后你煮的时候 你可以浇高汤或是白水 最后呢 你可以放一点点的 油葱酥啦 或芹菜 好 这个都是很棒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聊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邀请到林美惠 美惠老师教大家呢 台湾的小吃 要怎么样的料理啊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台湾小吃呢 不管是烧麦啊 鱿鱼根啊 甜不辣啦 像我最喜欢吃皮蛋瘦肉粥啊 甚至米粉汤跟炒米粉 米粉汤还有份粗的米粉 跟细的米粉啊 那接着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 就是大家都很爱吃的 在台北 蚝蚝很少 都是蛋 但是呢 如果你到南部啊 到埔子那些地方 就是比较沿海 哦 蚝蚝很多 蚝蚝比蛋还多 就是蚝蚝煎 美惠老师 是 教我们做蚝蚝煎好不好 好啊好啊 蚝蚝煎啊 其实它就在混浆的问题而已 嗯 混浆你会调的话呢 你其他材料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对 你只要有蚝蚝就好了 对 甚至呢 你如果不方便买的蚝蚝 你有蚝蚝 你变成黑人煎 蚝蚝煎也OK的 嗯 你可以变化的 好 那你就是材料就是蚝蚝 还有鸡蛋 嗯 那我会譬如一颗蛋 就是配一些蚝蚝 就是煎一个 煎一个蚝蚝煎 然后呢 像夏天 你就加点小白菜 冬天加点红蚝 你可以自己变化 好 那我在混浆里头来注意哦 我们混浆很重要 混浆哦 我加的是那个 细的地瓜粉 哦 所以要买地瓜粉 细的地瓜粉 一杯半的话 一杯半细瓜粉 我的水两杯 然后我回家夹一点 那个韭菜末 切液乳这样子 把它放在这粉浆里头 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准备平底锅嘛 家里用平底锅煎就行了 平底锅加热 老师为什么要加那个韭菜末 它增加香味 而且呢 它透明中飘点绿 又特别的漂亮 透明中飘 因为那粉浆会变成透明状嘛 嗯 然后它有韭菜的香味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啦 外面叶子没有加啦 哦 对因为我们平常是 偶尖煎没有这个嘛 就是地瓜粉浆 老师加了秘密武器 韭菜末可以提香 那所以这个粉浆调的是很重要 因为你调不好 你到时候偶尖煎就看起来 就是不好吃嘛 对 它就是 粉跟水的比例要对 嗯 那你在拌 因为你在拌好 它不是会沉淀吗 对 所以你每要做一个 就要重新搅拌 让它均匀 不要从上面咬 粉都沉淀在里面 你上面都是水 对 好 那这样呢 洗油锅 嗯 如果有煮油用煮油 那样普通 你看家里用什么油都没有关系 放一点油 嗯 然后先 蚵仔呢 看你要自己吃就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抓多一点 对 以后要尽量沥干哦 嗯 不然会爆哦 好 蚵仔先煎一下下 嗯 之后呢 好 就舀入两勺的那个粉浆 是 舀进去 因为平底锅它自然就会流成一个盐片 对 对 好 会流成盐片 好 你看着它慢慢变成透明 原来是不是白白的粉浆嘛 嗯 然后慢慢变成透明状的时候呢 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入蛋了 哦 在这个时候再打一颗蛋 嗯 还有放入那个我们的小白菜 好 那你那个打蛋的时候 呃 是不是先放在一个小碗里头 把它打 打一打再丢 还是直接就把蛋打进去 老板都整颗蛋打进去 他用他的铲子把它弄破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先打好打碎都没有关系 嗯 或者你放进去之后呢 你再用你的铲子把它弄破 我是觉得先打碎会比较方便 对哦 啊 放进去 然后呢 小白菜也同时 同时放进去 那你看着 蛋液快凌固了 嗯 那白菜软 再软掉了啊 嗯 白菜可能很硬性的嘛 白菜软 那蛋液呢 快凌固的时候 好 把它翻面 嗯 然后对折 嗯 就变成翻面 变成蛋包的 半夜型 变成半夜型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太软了 很不好翻 所以说小心翻 但是呢 自己吃的没有关系 嗯 那外面卖的老板 是因为他用很大的铁板嘛 你看他的 翻的那个容器是 很大一片 很好翻的 对 所以呢 我们用铲子不太好翻 嗯 如果你翻的不是很漂亮 也没有关系 嗯 两面煎透明熟了 就可以滑 用滑的 滑到盘子上就好了 哦 滑到盘子上 再放一点甜甜的酱 就可以了 对 你没有 你不会调的话呢 看租上有解释 或者是甜辣酱本性也很棒 嗯 对 而且 刚刚美惠老师讲到 那个 呃 要把水 因为你那个蚝蚝要先洗啊 挑过嘛 有一些那个 挑那个碎壳 碎壳要把它去掉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防疫期间 我都有买面罩 所以呢 我现在觉得我做菜很好 你就不要怕喷到脸上 哈哈 面罩 一面炒菜 就带你的防疫面罩 带你的防疫眼镜 哈 那个蚝蚝间就可以上菜了 哇 太好了 哈 哦 很多人会觉得肚子好饿哦 休息一下咯 这里头呢 有这么多的菜 122道 买书哦 待会我们还是会再教大家一道很好吃的料理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 台湾小吃教科书 其实很多朋友呢 我知道他们有去上课 跟老师学习上课 做台湾小吃 因为呢 有些家庭啊 在台湾你这样问 很多人就是家里头有几个台湾小吃 炒米粉 跟完汤啊 我要煎啊 就养活了一家人 这个好吃 而且呢 每一个店家都会有自己的所谓的私房料理 那接下来美惠老师要教我们的是咖喱炒面 你说特别要教大家这个比较简单的咖喱炒面 对 这道咖喱炒面如果有去基隆庙所的话呢 应该也是排队的美食 哦 老板就炒一大锅这样一盘一盘这样上哦 当然它非常浓郁非常好吃 而且呢 大点也知道嘛 咖喱是对人体非常好的食物 对 它里头含有很多的 主要材料最重要是有姜黄 那姜黄有抗花眼的作用嘛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好的东西 那我们说咖喱饭啊 咖喱面啊 那我想说 这个咖喱炒面 你又可以解决一餐哦 对 不要老是吃白米饭哦 是 那咖喱我们要去买那个 超级市场那种煮咖喱鸡的那个 今天的咖喱炒面不是用咖喱块 用咖喱粉 用咖喱粉 不一样对不对哦 对 咖喱块的话是有做 就是 咖喱鸡饭 然后咖喱 咖喱汇饭 咖喱鸡饭 这个就是说 你材料都煮熟了之后呢 有很多的汤 你咖喱块丢进去煮融之后 你通通不用调味 它至于 里头有芡粉 有调味料都调好了 你只要把它煮融开就行了 那也是很方便的 嗯嗯 就咖喱块 那我这咖喱炒面是用咖喱粉来炒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材料好吗 好 材料有这个粗油面一斤 猪肉丝四两 洋葱一个小白菜半斤 但调味料就是 老师讲到了酱油水太白粉 咖喱粉 鸡膏汤 对不对 好 这些都要备注备料啦 那洋葱当然就一定要咯 洋葱炒一炒真好吃 就一定是先炒洋葱 对不对 对对先炒洋葱 洋葱炒好 我们肉丝炒好先拿出来 然后就开始炒洋葱了 炒洋葱 然后呢 就是 这里头要加 然后呢要炒咖喱粉 咖喱粉炒的时候要小火炒 因为大火炒会焦掉 会苦掉 会苦掉 好 咖喱粉先炒 洋葱这些都炒好 都炒好 好 咖喱粉放进去 这时候呢 我们要加 调味料放进去 而且要 500cc的水 或者是高汤 为什么要加这么多 500cc大概 我们吃饭的碗 两碗左右 这么多 因为它会吸汤汁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洋葱垫底 它就不会糊掉 就不会扒锅了 所以 所以美慧老师 我们先炒肉丝嘛 肉丝要先拿出来 是不是 拿出来 对 然后再炒洋葱 那洋葱炒软以后 我们再倒咖喱粉进去 对 然后加500cc的水 或者是鸡高汤 是这样吗 嗯 是这样嘛 然后把味道调进去 我们有 有酱油 糖 盐 一斤的话呢 两大匙酱油 一小时的糖 半分之一小时的盐 还有呢 你也可以算少许味精 都没有关系 还有白胡椒粉 这些都调味好之后呢 面放进去 然后再 再将我们肉丝方式 啊 请盖上盖子 嗯 让它焖 炒面要好吃 一定要炒到透 就是炒到透 就是说 它面条会脏大 很脏大 会好吃 它会吸附 把我们放进的水 所以降料 都吸附进去的时候 脏大的时候呢 差不多 啊 几分钟 三四分钟左右 你打开 然后再翻面 翻面 那汤汁就快吸干了之后 你再将小白菜 放进去 拌一下 让它白菜一软掉 整个面就可以倒出来了 哦 而且这面要趁热吃 不要让它回掉 原来是这样哦 所以其实很多人 在炒这个面的时候 它没有焖 像我的话 我应该 你刚刚那样讲的步骤 我就是会把面进去嘛 然后我就拿筷子 这样拌炒拌炒 关键不是这边 刚刚讲到的是 要让面软 又有入味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要把锅盖 盖起来了 嗯 把锅盖盖起来 盖个三四分钟 焖以后呢 因为它有500cc的水嘛 所以你不用怕嘛 那这个时候要焖的时候 是开中火 还是小火 还是大火 小火 小火 小火焖完以后 哇 你再把盖子拿出来 就觉得哇 好香 又有咖哩的味道 又有那个洋葱的甜甜的味道 这时候再把小白菜放进去 稍微拌一拌 小白菜很快就熟了 转掉了 哦 这样子就是一道咖哩炒面了 对 就一道很好吃的咖哩炒面 嗯 哇这个很棒 我觉得就是很快速可以上菜 因为今天美慧老师教我们都是快速上菜 但是那个肉灶呢 就是有一点费工 可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费工之后 你就可以冰在冰箱 嗯 它照样是可以快速的上菜 是是 嗯 台湾小吃真的有好多好吃的 像比如说 呃 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 老师还会教大家怎么做桂花酒酿的芝麻汤圆啦 还有萝卜糕啦 还有那个宜兰最好吃的那个 呃那个怎么讲啊 肉羹 肉羹 还有什么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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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非常非常好吃的哦 那请大家看书 您就可以知道更多的内容了 因为其实 台湾小吃真的是不退流行哦 今天非常谢谢美慧老师 帮我们介绍这本新书 台湾小吃教科书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